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AI的大場面 下個禮拜期待的是 超微執行長蘇之鋒 提前來到台灣 要跟供應商見面 有辦法持續的照浪嗎 等於是說到這個風浪 總是有起有落 起伏很大 今天就遇到了風浪很大的狀況 AI概念股今天多檔個股 盤中多公道 亮燈漲停板 可是舞盤過後 這個個股的股價都向下的急殺 但是有一檔個股最穩是什麼 是遠雄港 為什麼呢 劇傳揮答最快下半年會進駐 這個遠雄港的倉儲要 所以遠雄港今天股票 是供到亮燈漲停板 另外昨天在美股當中 有一個藥物探索的股價 也跟上了AI的題材 暴衝了115% 揮答準股價也是續揚 有分析師看到了500塊錢之上 500美元 昨天再漲3.5% 一塊來挑戰新高 收在439.02美元 尾創部分更強囉 大牛股連噴三天的漲停 會不會太誇張 太熱太瘋呢 有網友就出了梗圖 說買尾創蟲只能吃滷肉飯加蛋 現在一路可以換車又買房 真的可以這樣子嗎 因為每次只要看到有標股 出現行事例的 投資人都會有點小聲怕怕 可是現在這資金大浪潮 真的不得了耶 全民都在問說 到底海外可不可以買尾創 到底可不可以買廣達 今天的大政黨 在老師你怎麼觀察呢 是給你上車 還是千萬不要接刀 對 沒錯 當然現在我覺得AI的部分 其實今天回檔修正 大家會覺得 到底是一天兩天回檔完之後 還會再創新高 還是說這個地方真的 這個波段的高點已經接近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NVIDIA的部分好了 NVIDIA上來之後 大概AMD跌幅更重 NVIDIA的部分來講 你有沒有發現 大概快接近歷史新高 可是台灣的AI的股票 其實人家在這一段休息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股票一直漲 一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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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假如說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現在是不是跟之前的航海王 是一樣的 那航海王那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當股價真的大漲的時候 大家在追逐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大家那時候都說 是新的所謂的經濟的部分 就是新的常態不是舊常態 它已經不是景氣循環股了 它是反正未來基本上來講 運價都會出現所謂的一個 維持在相對高檔的位置 就是說已經不是景氣循環股 事後你來看的時候你會發現 後櫃也是景氣循環股 有因為新常態嗎 其實它還是所謂的舊常態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貨櫃的股價來講 就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拉回 好 那你看一下 現在大家都說AI 沒錯 AI應該是未來 比如說一兩年兩三年對不對 有夢的東西 可是重點來了 它的EPS跟不跟得上 這個是重點 你可以說貨櫃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貨櫃那時候 航海王的時候 那貨櫃三雄其實假如以陽明來講好了 在20...大概2021年的時候 其實EPS不到... 快接近50啦 我記得沒錯 大概47%塊 2022年的時候 其實陽明的EPS高達50出頭塊 大概512塊的水準 就是說可是它的股價呢 其實在2021年的大概七八月 就見到歷史高點 那你會說那不一樣 可是那時候是真的有EPS 你看那時候貨櫃的營收 每月的營收都在創歷史新高 EPS俗季都是大幅的一個成長 所以漲上去那時候大家會覺得 大家再回想一下 大家會覺得長榮陽明 本益比不到5倍 大家那時候都會覺得 有可能8倍9倍 可是重點來了 它的最高的股價 大概本益比就是5倍 因為那時候還是 馬士忌的部分大概本益比2倍 所以大家之後發現 整個就慢慢的崩盤 那當然在最高點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法人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這一波AI後面這一段 為什麼會噴成這樣 你以為很多都是法人買的嗎 不是啦 我跟大家報告 很多都是主力業內 在那邊沖沖熱的 你可以發現 熱浪的時候 就是大家非常High的時候 當沖的比重隨便都是5成 前兩年的航海王 最熱的時候也是主力 當沖熱沖沖熱的標的 對 那你搭配籌碼的部分來看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所以你會看一下 好 來 那我們先講一下 那當然短線上 就是說這一波段 剛才所提到一個前提就是 NVIDIA AMD這些股票 真的大概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這些股票漲了一大段 那我相信 其實在所謂的超風的CO來之前 我認為有些人 就會開始出現下車的動作 尤其是這一波已經賺了一些 尤其是主力 E&A等等 等一下我拿籌碼的部分 來跟大家講 好 那當然下週一來講的話 大概初期 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真的利多算蠻多的 台積電下週的法說 外資大概基本上來講 也都是調高目標價為主 基本上他們認為你看一下 基本的假設前提50% 他就認為有可能會上漲3% 這是基本的喔 那假如樂觀的時候 他會覺得上漲5% 那悲觀的部分來講只有30% 所以你看大概有7成以上 是在基本跟樂觀 換句話說他跟你說什麼 就是台積電法說會完之後 漲的幅度基本上 有可能3到5%以上的一個水準的機會 概率是最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不管台積電 不管整個大盤 其實在找盤的時候一直往上衝對 所以今天會這樣子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剛剛所提到的 現在大家在AI的部分 我覺得絕大多數的AI 基本上真的漲很多的股票 我覺得你要逢高獲利了結為主 好 我舉例幾檔股票 你比如說像2301的光寶好了 我們看一下光寶 光寶客的部分 好 你這個是法人嘛 你有沒有發現外資的報告 國內的券商的報告 幾乎都是正面偏多 都認為它是電源大廠等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法人的部分來講 真的沒有買 你看一下 法人假如真的那麼好的 法人為什麼一直在賣 結果後面這一段來講的話 你說可以這樣子造就出這種走勢 肯定當中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肯定以國內的這一些業內主力為主好 另外的部分來講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3231的一個偽創的部分 對 也是相同的情況 你有沒有發現 你再把它縮小好了 其實法人都不是買這邊的 法人真的在買的時候是買這邊的 結果的時候 其實你看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你看這一個圖表 其實法人是沒什麼在再進出的 就是說其實像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最主要是因為整個市場的氣氛 非常的熱烈 然後當中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焦點在這個地方 殺下來的時候很容易再拉起來 所以造就了後面這一段 噴出了走勢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你拿NVIDIA NVIDIA最近都是在整理 對不對 那AMD當然就更下面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股票 相對上來講在這個地方 法人真的沒什麼在琢磨 那你比如說2376的一個技嘉的部分 對 相對上來講 大概是一個持平的一個現象 法人也沒有再進行大幅的加碼 其實法人真的買的時候 買AI的這些相關的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 幾乎都是買在相對低檔的位置 後面這一段的漲 都是在賣 對 跟所謂的一個法人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沒有太多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AI 其實股價漲到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相對上來講 我覺得應該是獲利 減碼相對上來講會是比較好 好 張老師剛才從三黨各國來做觀察 包含光寶科 偉創跟技嘉 都是最近最嗆的AI概念股 但是從籌碼面來觀察的話 的確是法人 著墨的部分變少 那這一波 有沒有可能是散戶 或當充哥跟主力堆積起來 這些人要跑的時候也是不留情 所以你短線上面不要追高 但是有之前買在下面的人 也是可以慢慢的做分批布局 畢竟下個禮拜就是利多最多的一個禮拜 可能要小心一下震盪的狀況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相關的AI伺服器的內容 說真的 當然這個隨著偽創 隨著廣達漲上去之後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穩健的 依然是台積電的部分 因為從本意幣來做觀察 台積電是當然相對那些 代工大牛來的落後許多 可是從整個基本面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最安全的標的是嗎 對 沒錯 假如說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這樣認為 AI的股票 真的滿多的股票其實都漲上台了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的一個部分好了 其實當然你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不管券商的報告 基本上來講對於未來 尤其明年的部分 當然AI的看法相對 AI伺服器等等這一些 相對上來講看法是樂觀的 可是對於其他的 跟AI比較沒有關係的這一些的產業 其實很多來講的話 相對上的看法是稍微比較謹慎一點點 那當然台積電的部分來講 它當然我個人覺得 假如說我們就本意比的角度來看好了 那說真的今年大概30出頭塊 32塊好了 其實以本意比來講 這種本意比其實比偽創還來的低 對啊 比廣達還來的低 那你 我的意思說 假如說我們就藏線商來講的話 你真的看好AI這個族群的話 那與其去買尾霜 與其去買 就是以現在的這個價位 倒不如去買台積電 我覺得相對上來講說真的也比較安全 因為不管這個大盤 還是這個AI的股票 真的要再上去的話 我相信台積電它肯定一定要表態 當然 它一定要 都不動也不合理 它假如真的都不動的話 它也會壓縮到整體的 AI的相關的它的一個本意比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AI 真的要不要再出現 整理完之後要不要再過高 其實真的很關鍵的 就是台積電 因為它要把它的本意比拉高 它總不能說 今年預估EPS32塊 結果我的本意比不到20倍的話 那其他很多AI的股票 真的都不止20倍了 剛剛提到像代工的股票 都已經有的25倍30倍了 用今年預估的EPS 所以我覺得那個 會有一些的一個壓力存在的 好 台積電的觀察 跟趙麗老師有說了 那今天還快試著網通族群 我覺得它的震盪幅度 就沒有那麼的大了 主要是因為我們講了好多天 5G寬頻網路的半導體相關投資 美國政府要擴大來做 那我們追蹤一下老師 這幾檔網通族群的後續的表現 對 沒錯 你看一下 其實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6285的起稀的部分 來講股價就震盪往上 那當然因為大盤相對上來講 比較不好 所以大概會拉回來整理 不過我覺得這種回檔 大家可以列 你有沒有發現 這種股票就剛剛跟你看到的 AI的籌碼面是不一樣的 法人有買 是賣之前賣對不對 然後最近真的在買 你比如說像3596的 智益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之前都在賣 結果現在都在買 跟那個AI的 人家之前都在買 現在都在賣 剛好是反向的 其實這些股票 它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除了這一些未來的展望 當然會相對不錯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的本益比真的低 這種股票 以目前的收盤價來看的話 其實本益比大概都四五倍以內 對 我覺得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安全 那並且這一些 你真的假如說跟代工的 其他的NB代工做比較 其實他的毛利率 也相對上來講是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那今年有時候也流行 就是本來原本很牛的股票 然後突然之間會變活潑 其實我覺得這種 會是起重力 對 沒錯 以前的大牛股動起來 就今年的投資 下半年的主軸 那另外一塊 這個瓶蓋股的部分 其實我就要來問兩檔股票了 一檔是2354的洪准 因為洪家具裡面 老師昨天特別有講 你不要以為是洪海跟郭董 最有關聯 其實是2354的洪准 然後它有電動車 有這個機殼AI的題材 另外一檔就是3037的星星 星星今天除全息 那它這個AI概念股 沒道理ABF又沒有用對不對 那星星它也是一個超微的概念股 星星今天一日填膝 盤中一度公道亮燈漲停板 老師我想問一下 相調起來它們的位階比較低 那怎麼這樣做觀察呢 如果說真的喜歡AI的人 可不可以買這兩支股票 好 來 ABF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波為什麼漲幅 相對上來講比較少 是因為它們的營收的部分 因為它們在去年 對 因為它們在去年大概9月或10月的時候 其實營收都來到歷史的最高點 就頂峰的時候是去年9月10月 所以你勢必在今年1月份到現在來講 其實YOY 它們肯定都會出現比較大的衰退 你比如說像景碩那一種 你比如說像南電等等 這些衰退的幅度更大 那當然星星的部分當然也是衰退 那什麼時候會脾氣太來 你就等到它的營收高峰過了 就比如說它們有的是在9月 有的是在10月 所以它們的股價什麼時候會動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有可能今年底的時候 真正ABF真的要再走一波 一大波 我覺得這個因為是除息等等 或者是說因為AI的股價 因為它們漲幅相對上來講比較少 所以短線上 本性跟著台 跟著反彈 並不是真的轉起來 並不是真正要出現大波段的上漲 我覺得真的要出現大波段的上漲 應該是在第四季 因為從今年的有可能11月 11月或11月 它們的營收等到高峰過了之後 其實YOY就有機會出現所謂的正成長 那假如你有沒有跟YOY出現正成長 那法人的興趣就會比較大 不然你一看到YOY多大衰退 你就會覺得不是很想買 沒有看到進步的時間在哪邊 對 沒錯 所以我想ABF大概是這樣 那2354的紅準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你把它還原前期 你看一下 其實今天已經 對 今天已經前期了 對 你可以發現 其實它已經快過這個高點 我覺得這個只要一過這個高點之後 其實它的底部的形態 相當的一個完善 那另外的 它也有AI的伺服器 它也有電動車的 所謂的一個機殼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Tesla 也是它的一個大客戶等等 所以我覺得 股價又低於性質 其實這種股票 在目前來講 我覺得是滿安全 就是說只要股價 情態過它的高點 我覺得比較大幅的上漲 應該是有機會 好 哪些股票過熱 哪些股票還算安全的 趙毅老師 有幫大家做這個熱門股的評分表 光寶科跟金像店 已經是過熱的 要小心 包括網通 甚至這個瓶蓋股的紅準 跟前兩天提到的智方金也大漲 倒是有轉強的跡象 另外一塊 新的代表 來這檔做一個觀察好不好 對 沒錯 你看一下 其實雅翔的部分 當然今天的股價又大漲 6139的一個雅翔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這種均線來講 比如說你跟月線的正乖力過大的話 然後又出現比較爆量的一個情形的話 流上影線 這個短線上來講 你就不能去追了 你這種要等待拉回來之後 再做承接 當然你像創意四新的部分 你看一下 343的創意 整理完之後來講的話 今天載工 你看一下 今天當然有量 可是這種量 畢竟它是量縮整理過 所以這種 它就比較屬於沒有過熱 對 要整理過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大盤整個 也砰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相對上來講 真的是比較抗疊 另外你比如說 像3.17的旗紅的部分 旗紅 旗紅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過高完之後 又陷入整理 其實這種量能來講 今天也稍微放大 我覺得 那8210的一個情城的部分 你看一下 今天的量也放出來 這個就代表 短線當中 今天應該是滿多認賠輸的 所以你看一下 就是說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低點不能失守 然後失守 有可能回檔的壓力 就會比較大 好 相關概念 短線上面K線怎麼樣抓 這個停力停損點 這是一個非常細微的觀察 那同學們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趙莉老師的 大頭娃娃下方的QR Code 剛才老師有講 這高檔的AI 最好先停看聽 但是有一些個股 AI整理之後再轉牆的 在熱門的評價表面 都在裡面有做分享了 那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老師加個朋友 加個LINE 掃一下QR Code 就可以找到 趙莉老師的LINE 相關的持股的問題 都可以跟老師來詢問囉